11月9号,位于四川成都文庙前街93号的石氏中学举办了以传承文翁精神,不忘教育初心,弘扬天府文化为主题的文翁兴学2160周年纪念活动。 石氏中学的学子们齐聚一堂,以庆祝母校的生日。 当日上午,石氏中学文庙校区的操场上人头攒动,现场一拍热闹的景象。 在学生乐团演奏的红旗颂、悠扬大旗的音乐中,纪念活动正式开始。 根据石氏中学校使馆记载,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汉景帝末年。 时任蜀军太守文翁创建了石氏经社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官办学校。 从石氏经社到四川省成都市石氏中学,多年来,虽然校名经过了数次更改,但校址从未变动。 办学至今,石氏中学走出了数不清的杰出校友。 作为石氏人,我是姜奥的。 1969年,我从石氏中学毕业,在石氏中学的求学时光,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。 每每一几在石氏求学的岁月,心中总会充满自豪与感动。 石氏中学优秀的校工、师工和学工,为我学业的尽贵成就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如果说成都这片土地润云了我的生命,那么石氏这幅沃土,则奸记了我的人生。 不仅如此,巴蜀鬼才,当代戏剧家、慈父家、魏明伦历史一个月,为石氏中学创作了石氏副,以纪念石氏中学2160年的历史。 这个石氏,古老,不但是古老,它是延续下来,2150岁。 石氏它这个遗址,不但是精神传下来,它实在的东西。 石氏中学校长田坚认为,在新的发展时期,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创新有机结合,是石氏中学至今不衰的根源。 石氏中学将坚持传承,爱国匿名,因此因此,正极严肃,得达财使的优量传统。 坚持征训传统,基础,创造的伴侣事项,守正创新,不复时代,与世俱进,勇于朝头,为创建有中国特征的世界领抗中学,而努力奔斗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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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挿及寄所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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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为绩可真正的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